云天河 风铃 领弦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 《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806集 药门门主和几位师父知晓毒人的厉害 第一时间就跑了 但他们跑归跑 却没有放松对燕北王的监视 确定他们给费小柴 诸葛小大夫下的药起笑了 足够能把毒人吸引走后 药门门主和五位师父在药童的簇拥下再度出现了 不过他们并不敢靠近 只远远地看着 看着费小柴和诸葛小大夫被毒人追得像狗一样满场跑 看着燕北王拿那些毒人毫无办法 这些药人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药门门主长长地松了口气 脸上终于有了笑意 天知道这一晚上他的心有多累 背负的压力有多大 与燕北王为敌 太需要勇气了 燕北王的武功太高了 没有中招 不然这些毒人定会叫他好看 看着还有余力阻挡药人的燕北王 药门二师父按道一句可惜 燕北王撑不了多久 除非他不管费少主和诸葛玉书的死活 现在就离开 药门门主对毒人很有自信 这些毒人虽是第一次放出来 但他们的威力 药门门主早就见识过 燕北王是人不是神 他就是再厉害 也不可能没有疏忽的时候 一旦燕北王疏忽了 他便必死无疑 就怕燕北王真把这两人丢下 大哥 你应该知道 燕北王不是什么善类 药门二师父轻叹了口气 眉眼间是化不开的愁绪 他们把药门压箱底的宝贝 暴露给燕北王知晓了 就不能让燕北王活着离开 不然倒霉的就是他们 药门门主一听 顿时不再说话 别说燕北王 换作是他早就跑了 根本不会留下来做无谓的牺牲 药门中 萧九安三人被毒人困住 进退不得 后山 纪云开却早早地脱离了困境 按照萧九安给他的地图 第一时间往山下跑 积云开从来都不是什么天真不知事的小姑娘 当药门的人目标准确地出现在后山 紧随着他身后 他就知道 他必是在不知道的时候 着了药门的道 药门的人既然早有准备 那么萧九安想要带着诸葛小大夫 与费小柴脱身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用火挡住药门的人 并利用花香 混淆视听 摆脱药门的人追查后 纪云开果断将信号发了出去 通知莫七夕 现在就行动 兵已经在山脚下 由情人花制成的解药 也早早地送了下去 药门的药 他们也拿到手了 早一天出兵与晚一天出兵 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 信号发出去后 纪云开也朝山下跑 希望能早些与莫七夕碰上 他孤身一人 就算有自保的办法 在后山也不安全 约大部队会合 才是当前最稳妥的办法 没有让纪云开走太久 信号发出去一个时辰后 纪云开与莫七夕 带来的先锋部队碰上了 怎么回事 萧九安呢 不会栽在了药门吧 莫七夕看到 纪云开一个人 并没有多担心 反倒透着一股幸灾乐祸 他虽然一心帮萧九安 但看到萧九安倒霉 他也会很高兴 费小柴和诸葛小大夫的 行迹暴露了 王爷哲会去找他们 却迟迟没有出现 我怀疑他们被困在药门了 知道莫七夕与萧九安不对付 纪云开只当没有听到 莫七夕话中的戏谑 将自己所知河盘拖出 药门果然有点火 莫七夕虽看萧九安各种不顺眼 但关键时刻还是很靠得住的 至少他不会坑死萧九安 我现在就带兵进药门 王妃要一起去吗 莫七夕知道 纪云开不是什么身骄体弱的小白花 带上他也不会添乱 主动邀请道 纪云开本不想去 但他心中莫名的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犹豫了一下 点头 我随你一同去 莫七夕带来的先锋部队只有三千人 这三千人行动迅速 即使是在黑夜 即使是走在丛林中 速度也丝毫不慢 纪云开要全力以赴才能跟得上他们 不到一个时辰 他们就走出后山 来到纪云开先前放火的地方 先前 纪云开是利用异能 将四周的树枝树叶弄成枯死状 才烧起了一阵不算大的火 在枯枝烧完后 火势就小了 甚至很快就灭了 此刻地上只有大火鱼留下的灰烬 根本不影响大军前行 三千人的大军 即使动作再轻巧 也不可能不引人注意 这三千人一出现 要门的人就发现了 要门的警告中 瞬间就拉响了 有外敌入侵 有外敌入侵 快 快去报告门主 有大军进入要门 目色千人以上 看到末期西雨 纪云开带着大军出现的刹那 要门上下都慌了 有几个甚至不敢相信 自己看到的拼命地揉眼睛 要门的人凭什么嚣张 要门的人凭什么敢对燕北王下手 他们凭的就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凭的他们要门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出 大队人马进不来 现在大军却进来了 他们的优势没了 他们还怎么嚣张 还拿什么跟燕北王斗 要门的人慌了 燕北军却没有慌 训练有素的燕北军一杀入要门就开始攻城掠地 一寸寸逼近占领要门的地盘 等到要门门主收到消息 得知有大军闯入要门 燕北军已经杀到面前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怎么可能 他们怎么进来的 后山的毒 他们怎么没有毒死在后山 要门门主看着不断逼近的大军 整个人都慌了 完全不复先前的冷静 完了 完了 这下彻底的完了 我们把燕北王得罪死了 这下再无转环的余地 不 不 就算我们不把燕北王得罪死 我们也没有活路 这些大军肯定不是今天才来的 燕北王早有准备 早就准备对他们要门出手 亏得他们还把燕北王视为做上宾 不敢得罪 一再讨好 却不知人家一早就要取他们的性命 真正是好笑 完了 完了 我们都完了 药门门主疯狂的大喊 心里无比后悔 后悔没有在第一时间下药弄死燕北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